那在開始之前啊 大家對於上一次的練習都還好嗎 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或困難 還是其實上一次沒有練習 哦不會 就是因為上一次我們聊到 你重新找回愛的能力 愛這個事情啊是我們其實生下來就有的哦 就像你呼吸一樣 只是上一次我們討論到 我們是因為父母養育我們啊 或者是我們長大的過程 大家把愛放進太多的操控 放進太多的條件交換 所以我們慢慢也就失去 什麼叫做是很純粹的愛 那所以上個禮拜就是大家的練習 是我的事情 大家能不能就是你盡量把這些障礙排除 讓這個愛很純粹 試著單純的給予 不求回報 沒有預期 他會給你還回來什麼 然後帶著感謝的心 所以今天當你有任何回到 比如說有人也回來愛你 那是一個非常感謝的事 因為他愛不愛你跟你愛不愛他 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愛你 他不愛你 他愛你 都不會改變你愛他這件事 愛就是這麼單純 就是跟呼吸一樣 那有時候還是你會覺得 我聽你說 每個字我都聽得懂啊 但是有時候很難執行 對不對 那我再跟大家說另外一個觀念 其實當你們在靜下心來觀察 關照自己呼吸的時候 的靜心連結的時候 待會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當你們在進行 關照自己的呼吸 先把呼吸放慢 讓身體跟你的腦筋 你的心智 都有辦法全部都跟著 同步的慢下來 甚至維持一個最低 像冬年一樣 維持一個最低的 生命機能的時候 你其實會發現一件事情 那就是信任 你有沒有想過 你這次把氣吐完之後 你為什麼覺得你可以再吸氣 你不會嗎 你從來不會想這件事 因為你就是知道啊 我就是會再吸氣 所以這個中間就是信任 你就是信任他 他會發生 他就是會 他沒有什麼原因 所以今天你不需要解釋 今天我氣吐完 我馬上就可以再吸氣 因為當你今天氣吐完 你其實已經 經歷過一次死亡了 所以今天你要再吸氣的時候 那對你來說 就是一個重生 所以我們每一次都呼吸 吸氣 吐氣完之後 你每一次都在死 死過又重生 死過又重生 那這中間就是你可以完全的了解到信任 就是這麼一回事 愛也是一樣 愛跟呼吸一模一樣 你不會因為有任何條件而不去愛 或者是你不會因為 你會因為這個信任 你去 你去愛 就是單純的去給你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我們需要了解的是 我們整個生命啊 都是一直在改變的 都是一直在變動的 所以需要了解的是 沒有一種 沒有一種事情 它是很久不變的 愛也是一樣 我們從小被教導那種 Eternal Love 那是夢幻的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今天 有一個可能性 除非今天你得到了 就是你得到神天了 你真的了解 完完全全透徹的了解 愛就是這麼一回事的時候 你把你自己本身 就是愛 所以你今天做的任何事情 都有愛穿透在期間 所以 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事 你說出來的話 你的行為 你的生活 就是愛 因為你這個人 已經完全就是愛 那在這個之前 我們的練習就是 我們怎麼樣 讓自己的愛更純粹 排除那些障礙 盡量的去給予 然後不求回報 也沒有什麼預期 這個就是 我們回到愛的本質 然後盡量喚醒我們 原本就有的愛的能力 所以 今天的練習呢 就是 今天的練習可能會有點tough 如果你的障礙排除 沒有很乾淨的話 今天的練習是 我們試試看 在我們的腦筋裡面 找出我們過去人生 過去歷史的經驗 過去的人生 曾經傷害過我們的心 讓我們心碎 傷心 痛苦 跟悲傷的一個人 然後你試著去了解 愛的本質 就是尊重他做的一切 他有他的權力 跟選擇做他要做的任何一切 但這不會影響 你愛他 這件事 你給他這個愛 所以 試著從我們的回憶抽屜裡面 找出這個人 你可能 可能是一個人 可能是兩個人 可能 更多人 但是試試看 先用一個人練習 對 那 找出那個最 讓你受傷 曾經讓你最受傷的人 試試看 把愛的這個觀念 重新的再帶回來 然後在我們今天15分鐘的進行冥想練習 前面希望大家可以先用之前 提取進行的方式 先觀察自己的呼吸 然後放慢自己呼吸的速度 把身體 呼吸 跟心 智 還有我們的思想跟腦筋 全部先慢下來 跟靜下來 讓你可以穩定的在你的 比較平靜的呼吸 頻率 跟比較平靜的腦波 還有整個比較放鬆的身體之後 試試看靈吉 你原本愛 你的愛 然後我們 再15分鐘 傳送這份愛 給那個曾經 讓你悲傷 傷心 痛苦的人 試著去理解 他就算愛上別人 也不會改變 跟影響 我們可以愛他 這件事 所以 中間可能會有一些釋放 可能會有一些情緒 試試看 關照 你只是關照你自己 不要去做任何事 關照你自己 傳送你的愛 給他 然後我們今天做這樣子的療癒跟練習 所以大家現在可以輕輕把眼睛閉上 你可以找到一個你舒服的位置 你可以 靜靜坐著 你可以靠牆 你可以把腿稍微伸開 任何一個你可以靜靜的讓你維持至少15分鐘不改變姿勢的位置 把你準備好 試著調洗你的呼吸 讓呼吸加深 讓呼吸放慢 然後 然後 Stacy 記得把聲音 尿掉哦 待會兒我也會把聲音尿掉 就是關成靜音 然後我把時間留給你 你不需要注意時間 我會幫你留意時間 所以在這個過程 請先試著找回愛的名義 試著傳送這份愛 給那個曾經傷害你的人 曾經讓你感覺受傷 感覺傷心 你不管他做什麼 其實都不影響 你依然愛他 把這份愛傳送給他 我把時間留給你 待會時間到的時候 會再回來提醒大家回來 我愛你 沒錯 Из 我 roast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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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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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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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可以把声音打开 今天的练习大家还好吗 大家都好吗 好 那你可以稍微整理一下自己 然后如果你想要跟我们分享 你今天的感受还有今天的旅程 那可以整理一下 然后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双米你想要分享吗 其实这个练习我两年前就做过 所以对于想那个伤害我的人 我没有感觉 因为原谅这个事情 已经好几年前就做过 但是我第一时间想到是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其实 因为大家就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 其实人的你的生命当中 如果你觉得一个人觉得被伤害 比如说我觉得被伤害 其实是因为我们允许被伤害 或者我们只是用那个事件 来伤害我们自己 其实跟外在的事情都没有关系 所以那时候第一个浮现在我脑海中是我自己 但是我是一个很容易原谅我自己的人 可是我最近的 我就是把这个连结到我最近的练习 我之前的练习是 我基本上只能看到我心轮 到心轮这个位置 以下就看不到了 可是我这一周练习 我可以看到起轮跟负轮 所以我还蛮专注在接受那个能量的感觉 那最近接受到的能量就是蛮明亮的 然后很多爱上次 好棒 结束 那这一集想要聊一下吗 好啊 因为我之前刚刚学完西塔聊物 所以我刚刚冥想是有用西塔聊育的方式上去 然后 我有想到一个人 可是我觉得 因为你说要 有点像是要 送爱给他 用继续爱他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到 送爱给他 就是我 我可以接受 就是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就是然后我也可以 就是我可以接受他对我所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可以不要再用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来惩罚我 就是我以前可能想到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我就会很难过 然后会觉得 我为什么会让 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是可以接受 然后我可以不带 任何感情跟任何观点去看 他所做的事情跟看待这个人 但是我可能还没有办法把爱送给他 所以我那时候 我刚刚就是一直在用西塔聊育的方式 然后一直 再去想所有的事情 然后再去 检视 自己走过每一件事情之后 自己内心的 是什么样的情绪 然后如果是有负面情绪 如果是有稍微激动一点 然后我就是一直在想着要 去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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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到很 很大爱的说 把爱送给他 然后给他 就祝福他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起码可以走到是 对于这一件事情 我可以完全的放下 就是我去 总会去看 我可以没有任何的情绪 跟我可以很客观的 就是 像是第三个一样 就是看着一切的事情 对 所以这是我刚刚做的练习跟 跟做的练习这样 真的 棒 好 Agnes呢 你要分享一下呢 我的感觉是 就是 有 不是在这个空间 但是 眼前有个东西一直被抚平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觉得 因为我的事情 其实是我自己的亲子关系 所以我一直在想 就是 理解 理解这个人 这样子 对 然后 关于爱 本来就是 好像是比较 就小小的流动 这样子 很棒 很棒 讲完 讲完 谢谢 好 Vila 我刚刚的整个过程 其实都蛮 在拉扯 就是 有一点抗拒 然后 可是 我觉得 我其实是都还 一直以来都是蛮能接受 就是伤害我的人 给我的东西 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 就是 就是 再给他们爱 然后 给他们 就是 原谅 我就是 就是会 怎么讲 割舍 就是我会 我会知道他做这件事情 但是 不会 影响到我的生活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 会跟我离很远 所以 我刚刚 在静心的过程中 我觉得 没有 没有那么 可以把爱 再送回去给他们 因为 他们对我来说 就是很遥远 很遥远 这样子 对 可是那些回忆什么的 就会一直一直进来 于是我就 想要就是用呼吸 然后让他们过去 但我没办法让他们过去 我就会一直上车 这样子 一直上车 对 然后 就是会进去那个回忆里面 直到我发现的时候 已经 过蛮久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静心 就是很快就过完了 因为我一直在回忆里面 对 大概是这样子 Jones呢 好 因为我比较少做静心的练习 然后所以 刚开始做的时候 那个思绪会一直被拉走 就是会比较没有办法 很专心 的去想 宋爱这件事情 害我 就是会有各式这样的思绪 冲到我的脑海里面 然后 可是我觉得今天的练习 有一个 很好 就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进步 是 之前 就是像双鸣也会跟我讲说 练习的时候 就是有什么思绪进来 然后就是让他就是 就出去这样子 可是我之前都没有办法 就很容易分寝 可是我今天就是会看到 就是我的脑海里面有很多的那种 像圆圆的球这样子 每个球他都很像一个思绪 然后他起来的时候 如果我就是让他就这样降下来 那个思绪就过去了 就是我就不会有因为那个思绪造成一些其他的情绪 因为那个思绪有可能是 我等一下要干嘛 或是我现在肚子很饿 或是各式各样的思绪 如果我被他 我被他牵走 那我就没办法再专心 可是如果我让那个气球降下来 就过去了 然后我就觉得 哇今天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感觉 然后等到我失去比较 干净之后 我第一个想到的人也是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就是蛮容易做出一些 伤害自己的事 不是不是physically 就是会可能一直常常就回想一些别人对我做的事 或是我对自己很严苛或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一开始想到的人也是我自己 就是送爱给自己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就是自己不够爱自己 对 然后后面才想到另外一个人 但是想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也蛮容易陷入一些 为什么我这样子 他不能也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就要再拉回去 觉得说我就是很纯粹的爱你这样 可是我觉得也是有点点困难 对 目前 大概 很棒 很棒 我想先谢谢大家 就是一起在这边 愿意一起在这边 然后分享我们自己很私密 很深的感受 那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 我其实在做这个练习之前 很intense 很刺激很刺激 的时候是五年前 我刚来台东 我刚来台东的时候 刚好那个时候是 我台北的生活跟台东的生活的一个 转变点 那个时候 所以我当时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我跟大家一样非常困难 然后 非常挑战 然后我也像Vila一样会常常上车 OK 我们讲上车这个梗是因为 就会是可以回去看之前的练习 当你的思绪 你用的是气球 当时我用的形容词是车子 就很像你在路上看车子经过 那你减少思绪的浮动 就是你看着他经过就好 你不要跟着车子走 所以不上车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不会被他带走 你只是关照你自己 关照那些车过去而已 对 好 那我当时也是一样 就是我也很容易上车 然后我也很容易就掉进 当时的那个情绪里面 然后就是很多很多不舒服跟心放 但是大家如果真的 当然我一直我们一直 我一直在强调跟重生 你们本身就有爱的能力 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只是我们很久都不知道怎么 他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他到底怎么使用 那 刚刚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信任 就是真的你其实可以信任自己 然后信任这个爱 他是没有条件交换 所以今天不是因为这个人 就算今天这个人 做出了伤害女士 或者今天就算这个人 也回来爱你很多 都不会影响跟改变你 你也可以爱这个人 的意思 那当然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这个练习像我自己 其实那时候很intense的时候 是四五年前了 到现在 我刚刚很开心 然后我所以我说 我不管是不是很开心 其实我都很谢谢大家 在这里一起 我们一起练习这个爱的练习 那我刚刚的练习是 我很开心的是 我找不到 那种 会再次让我很刺激的感受了 即使不是同一个人 那我唯一觉得 哦 那现在比较有感受的 可能是我的前生吧 就是他有时候 会一直让我很恼火 然后很想掐死他 但是已经没有在 像之前 四五年前那时候 就是真的 心碎 悲伤 然后觉得 他真的伤害我很重 真的已经就是没有了 当然是中间跟 兄你说的 有很多练习啊 比如说 你要怎么原谅哦 不管是对方或自己 打乱一下 就是 在感受 我之前在自己 两三年前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他是有一天 突然 他有点像催眠式的冥想 然后 那个引导的人说 你现在想像 你生命中 所有爱你的人 都往你走来 然后在那一刻 其实先往我走来的是 那些我以为 曾经伤害我的人 而不是 我以为 爱我的人 所以对我来说 那个moment是一个 breakthrough 就是我再也找不到 伤害我的人 然后之后当然 发生很多事情 所以其实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第一不可能 是先原谅你自己 被伤害 因为我们被伤害的时候 会先想要保护自己 然后所以其实 那中间的情绪 就会很 很复杂 会有自我防卫 然后同时又觉得自己被伤害 所以这样子就会 比较困难解决 所以以我的经验 还有coaching的经验 第一步是 先原谅自己被伤害 就是自己原谅自己 没有那么强壮 然后被伤害 是满是如果要再往下走的话 稍微打断 对 当然 所以我刚刚 也许我刚刚说的 就是这中间当然有一些历程 你需要 你需要先经过一些 先处理 那当然就是 接受自己 原谅自己 是一个 也是一个历程中间的一个部分 但是 你最终还是得回归 一个本质 就是你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 你可以有这个能力 传送爱到任何一个 你想传送的人身上 而且 你也 透过练习 你也可以慢慢在生活里面 不管你做什么 不管你今天 为你自己做什么 为别人做什么 甚至 其实都是为自己做的啦 你不管在做什么 都是有爱贯穿在里面的 而且 记得了解一件事情 它不会是很久不变的 你会因为你的成长 你的经历 不管你的外在成长 或是内在成长 都会慢慢有一些改变 你给出去的爱 你给出去的爱 也 的品质也会不太一样 也都会有一些改变的 所以 记得 信任你自己的这个能力 然后 持续做这个练习 那我们 可以慢慢再回到自己 然后 保有这个 爱的能力 再持续的给予 跟 还在感谢 这样 然后 今天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什么 想要一起聊一聊的 大家都好 都好 好 然后 双米你要讲一下你的课吗 没有 就是 群尼尔大概讲一下 就是我是做什么的 然后我现在就是 开始就是开放我的 就是这个是我自己课程外的 然后的小课 然后就是会邀请大家参加 因为我想要 我回来台湾的体验是 其实大家对自我成长这一块 非常的不熟悉 然后其实大家对于自我发展这一块 他也没有很感受到那个重要性 然后所以 我的动机就是先让大家知道说 外面在讲什么自我成长啊 自我发展啊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我的目标啊 我自己的内容的目标 其实是 我想要让更多的女性 或者是想要 不要再活在就是现在 男性气质的框架下的人 他们找到他自己真正想生活的方式 然后其实生活是很容易 例如说爱真的很容易 原谅其实也很容易 可是很多人会陷入在 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 包括这些东西 觉得这些东西特别困难 那其实我整体的课程 还有我的工作是 协助所有的人走过这个阶段 然后在他活出的这部分 他可以真的活出百分之百的自己 所以我现在就开放一些课程 那这些课程的内容主题 其实是我常常在我的客户身上 被问到的 然后所以我在里面 一定会提供方法 不是只有上理 我不是上很理论的人 然后我会提供方法这样子 所以那就是我就会发在群里 然后现在基本上 没有意外每周都会有 然后有兴趣的就会来 目前是不收费 就是这个小的 30 40分钟课程是不收费 好 然后所以下一次我们进行的时间 是礼拜二 就是礼拜二的 但礼拜二比较早 是早上6点 那所以也是一样 那大家在这个 到下一次进行之前 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回去 再做一次 基础进行的练习 就是试看 那个基础进行的练习 能不能够 就是再 再直觉一点 让它可以很自然 很快的就发生 基础进行的练习就是 你怎么样 调整你的呼吸 你怎么样 关照你的思绪 不上车 对 然后 对 然后还有 一样就是再回去 试着放下那些 那些障碍 然后试着 找回那些 比较纯粹的 爱 然后试试看 都给予 然后保持 随时保持着感谢 这样 好 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就 拜拜咯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谢谢 爱你们 谢谢 拜拜 拜拜